大家早安 我是贤君 对我而言最近真的是非常开心 因为睽違了两年 终于可以看到新的《多爱梦》电影版了 尤其最近的《多爱梦》电影版 说真的都蛮好看的 如果是《人于大海战》那个时期还就算了 但现在这个时期的《多爱梦》电影少了一部 真的都会让人觉得可惜 而最近上映的电影版是 《大雄的宇宙小战争2021》 嘿 是的 这电影取了个2021这个名字 但是是在2022上映 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总之它是大雄的宇宙小战争的重制版 会让人想说前七部电影版里面 《海底鬼言诚》到底做了什么 就只有它没有被人重制 真的是太可怜了 好啦好啦 等我工商结束之后 就先将这样无剧透的评价吧 今天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大家有没有过曾经得知某些美剧或动漫 有上载或是之后要上到Netflix上面 但你之后又发现 台湾的Netflix根本没有上这一部 对 像去年的蜡笔小新电影版 就只有日本才有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Surfshark VPN 只要有了Surfshark 几秒钟就可以连到其他国家的伺服器 虽然你可能改不了国籍 但至少你的电脑可以暂时变成歪国人 它有3000多个伺服器 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可以连到 而它除了可以看国外的Netflix YouTube Disney家之外 还可以保护你网路上的隐私 可以利用Surfshark加密你的资料 不会被追踪网路上的行径 连线到不同国家的VPN伺服器 也能解决预定机票和租车时的 区域定价差异 而Surfshark没有限制使用的装置数量 所以只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不只是你VPN 你全家都VPN 现在只要与影片下方的网址订购 Surfshark VPN 输入优惠码就可以享有17折优惠 平均一个月只要2.21美金 还可以获得三个月额外的使用期限 如果再加上好几个朋友分摊这个账号 可能一个月连一顿泡面的钱都不用 就可以用Surfshark 不过虽然Surfshark没有提供免费使用 但他们提供30天的退费保证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好的入手时间 不只有相当优惠的折扣 还会多送你几个月的使用期限 在这30天内用得开心的话 你现在购买就是在最划算的时机买到Surfshark VPN 还不赶快把握机会 点击下方的连结 趁现在把Surfshark的账号拿到手 OK 老实说近年来 其实我个人相当不希望有重制版的电影 因为重制版就是在演我已经看过的剧情了 而且目前除了这部 已经重制的六部电影之中 只有两部我觉得喜欢 其他几部要不是改烂了 要不就是会让我觉得 其实去看旧版就好了 我想要多看一点原创剧情啊 所以其实我个人一开始 也并不是很看好这部电影版 但在看完了这电影后 我必须要说我要撤回我说的话 我超喜欢这部电影版的啦 这部电影版现在在我心中 是重制版之中最好看的 原本是星魔界大冒险 现在已经狠狠地被它取代了 那听到这边 也许有些人已经猜到 我喜欢重制版的标准了 没错 我喜欢原创性高的重制版 因为要跟原版的比根本就不可能 只要看新日本诞生和新大魔镜 这两部几乎没有大改动的电影版 就知道 新宇宙开拓神仙铁人兵团 则是原创出我个人觉得很烂的剧情 而这部就如同 新大雄的恐龙和新魔界大冒险 属于改编度高 而且改得好的电影版 而且这部改编之好 是好到我觉得 已经像是在看原创电影的感觉了 嗯 我觉得看这电影之前 要做好最重要的心理准备 除了我之前发文讲的那个以外 就是要先准备好 这电影会和原本的很不一样的心理建设 而我个人认为 这次的编剧导演 很厉害的把这部电影 变成了属于他们的电影 他们在大荧幕前展现了完全不一样 却还是很好看的宇宙小战争 话说我在看这电影前 有听说导演刻意要求 要把镜香画得很可爱 所以我在看时 有特别关注镜香的作画 但我觉得与其说是可爱 不如说是优雅 而且不只是在镜香的作画上 他们更是在镜香的动作上下了功夫 像是有时候镜香会用手扶着脸 或是开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跳跃 许多小细节会使得镜香显得很有气质 我觉得这件事相当厉害 大家真的可以去电影院欣赏看看 这个只有这部电影版 才能感受到的可爱的镜香 好了 因为接下来要讲讲这部电影的差别了 所以会开始有点剧透 要撤退的注意要在这里撤退哦 那么首先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直接大手一挥 把前面的剧情全部改动 直接是所有人一起拍电影 包括《多拉雅梦》和《小山》 所以原版的和镜香一起拍电影的部分就没了 而且连片头曲也没了 直接变成看着《多拉雅梦》用 合成工具组帮助他们拍电影的画面 超棒的 不过其实近年的《大雄的精英导》和《星恐龙》 也都没有片头曲 或许这是《多拉雅梦》最近的一个趋势 而把剧情改成大家一起拍电影 其实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导演想从一开始就改变这部电影的风格和氛围 把一开始大雄被盼唬他们排挤 甚至想拍另一部电影这种对抗的情节全部删掉 塑造出大家一开始都是一起同心血力拍电影的好朋友好伙伴的感觉 嗯 虽然《大雄》还是被小夫赶出了拍摄现场 但必须要说《大雄》一开始的表现是真的在耍包 所有人都在认真拍摄 只有他在搞破坏 只能说被赶走也是理所当然的 呃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电影厉害的从一开始的改编就告诉我们 这虽然是宇宙小战争 却是不同的电影了 他这样开场直接大改动 巴比提早接触胖狐小夫他们 就可以大幅增加刻画巴比的戏份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更加注重感情的部分 因为删掉了大家感情不好的地方 所以你会比较常在这电影看到大家比较亲密的互动 尤其是胖虎在这电影真的有点友善 不过这电影最重点描述的 几乎都是以巴比为原型的感情戏 那是原作电影几乎没有的 因为旧版电影的巴比只有前面出现一下 后来被抓走后就只有最后最后有一点戏份 听说导演和编剧就是认为他的戏份太少 才大幅增加他的剧情 于是这电影就从旧巴比的故事摇身一变成为巴比的故事 非常的有趣 这也是这电影与旧版在根本上的一个差异 而为了跟上这个差异 这电影也在各种细节及设定上做改变 像是比利卡辛在原版中视 他们心求大家都是八岁大学毕业后就是成人 十岁就可以参选大总统 这电影则改成只要你够优秀 你不管几岁都可以从大学毕业 然后一样毕业后就是成人 所以这部又显然成为大总统巴比是多么的优秀 而他的优秀不只是脑袋好和认真 剧中巴比一直阻止大熊他们去战斗 打算自己离开地球 这样大家就不会遇到危险 也为了不要让他们被敌人盯上 甚至会责备他们 遇到事情都冲第一个 不愿意让别人遇到危险 宁可遇到危险的人是自己 这电影会用很多细节来展现新的巴比的个性 让人很明显地感受到巴比的优秀之处 也让人理解巴比成为总统的理由 因为他几乎是个完美的人 人品好聪明 个性认真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 所以他还是需要依靠朋友们 像是他其实内心还是会害怕 但因为他身为总统 不敢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 只有面对着怕得要死的小夫 他才讲出了这件事 而且完美的他和大雄简直就是一个对比 但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大雄 却也因为这样 敢于讲出自己的弱点不安 能和朋友真心相对 这是巴比做不到的事情 也是他感动巴比的方式 所以这电影并没有因为把巴比塑造得太完美 就让大雄他们显得很逊 他反而让他们之间相辅相成 这是我觉得这电影很不错的地方 另外说到小夫 我觉得这电影也把他的角色丰富了许多 这电影中小夫和旧版一样一直很害怕 但这电影他有说其实他很清楚 他知道巴比他们的星球陷入了多大的危机 但是他就是会害怕 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后来经过了巴比的安慰 他就找到他目前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就改造出了战车的新形态 星球推进器 超帅的 后来就按照旧版的 敌人来了小夫就缩了 有些人可能想说 他不是前面已经好了 怎么这边又怕了 但是不要忘了 小夫前面说过 会怕就是会怕 就算他内心很清楚不能害怕也没用 而且因为这次战斗机的数量来得上千台 前面他只有遇到一台 结果这次变成上千台 所以让他感到害怕 这也是这电影处理的很不错的细节 虽然我觉得可以把这转折处理的更清楚 有那么一点点可惜就是了 但必须要说 这电影的细节处理真的很不错 你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他改编上的用心 像是他认真设计了比利卡辛的科技 例如他们有翻译果冻 原本旧版是巴比用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催眠术 去控制那只猫 但那只出现一次 也没有解释那是什么 新版是先给猫吃的翻译果冻 再用机器控制猫的身体 他们星球的特别食物 甚至是有一段镜像在基地中做了恶梦 显示他也很害怕 但还是勇于对抗敌人 再来像是多爱梦用战车假装流星石 新版他还往地上射了一发弹药 假装是陨石落地的冲击 但还是被发现冲击比落下的规模还要小 旧版则是直接上升 最后大战的时候 小夫他们有说敌人全是无人机 所以不用在意会杀人 他们就能自由的大显身手 嘿 没错 这细节显示的旧版的大熊 他们真的是大杀特杀啊 但是啊 有人机都上哪去啦 啊前面说的那个空军主力呢 而且老实说 这部电影最大的缺点 大概就是最终战不够精彩吧 打无人机的战斗画面爽感不俗 然后又有点太轻松就打赢的感觉吧 不过也有可能是这电影 前面把敌人将军塑造得更聪明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这将军 这么简单就输了很可惜吧 真的 这次的将军超强 他会告诉部下不要因为是小孩就大意 还会反省自己的大意 也会预先猜测多爱梦道具会有什么效果 显得他真的超惨的啊 他的副官以及所有手下都很笨 他每次说不要开枪不要开门 没有一次他的部下有听他的 结果最后他还希望大家放过他的部下 明明部下那么无能 他人真的超好的 我在这部电影真的直接喜欢上这角色 所以他这么厉害就显得结局有点弱 不过大雄逃掉时 其实绝望感做得不错 可是后面我就觉得有点太顺利的感觉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看过旧版 已经知道结局了才会这么觉得 所以这边我也不好说到底如何 但是撇除这点我依旧觉得这电影很精彩 像是芭比的演讲就很不错 诉说着这角色的成长 以及这电影想传达的事情 也让人民的反抗更合理 同盟军的反攻也是由此更加的团结 也是让这电影成为了芭比的故事的核心剧情 而最后最后最后 片尾曲前的一小段小山看完大家做的电影 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不只是他把一开始在拍电影这件事好好的作结了 这个收尾更是把这电影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 变成了属于这次的大雄他们 让他们发自内心感到光荣的故事 总之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电影 但最后不免俗的吐槽一下 这次原创的比那又长得很像镜香 前几年大雄的基因岛也有长得跟镜香一样的人 是怎样现在要开始有镜香宇宙了吗 那么推荐完这部电影版 最后也要提一下 明年的电影版第一支预告也出来了 标题是大雄与天空之理想箱 导演是唐山卓剑 编剧是古则梁太 一样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多安梦》电影中出现的编导组合 加上预告片给人的感觉很不错 还有我又很期待下一部电影版了 虽然它里面大雄出现的造型 跟南极冰天雪地大冒险的大雄很像 还有我觉得有点害怕就是了 好啦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